21号的暴雨灾害过去了几天 北京市在22号晚间公布的雨灾遇难人数37人一直没有更新 面对民间强烈呼吁公布伤亡详情公布遇难者名单的声音 北京市新闻办在24号邀请了境外媒体 表示经历过非典考验政府不会隐瞒伤亡和灾情 但媒体人指出在现行体制下要完全公布恐怕很难 福布斯中文网25号凌晨在腾讯微博上发帖 北京与灾死亡人数恐将继续上升 其中也用网友王小川的微博消息 今晚得知了北京大雨死亡人数震惊 10秒钟说不出话来了 超出我任何理性感性认知想象 政府过两日会公布数据我无胆说出 另外人民日报在22号发的微博指称 伤亡人数数据将会很沉痛 类似的种种迹象显示 官方掌握的数字已经超过公布的37人 只是没有更新 大量网友呼吁官方公布37名遇难者名单 以便核对和公众知情 微博上有网友直言 请不要忘记2003年的非典 隐瞒数据后果自负 长城抗战网总编贾元良指出 公布死难者名单是必须要做的事 理应成为一种深厚的人文传统 理应成为北京精神的实践典范 从政府信息来上 37人他已经知道25人的身份名称了 他最起码应该首先把这25人的名单公布出来 这种越抽援越对政府越不利 而且公布名单也是对死者的一个尊重 体现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在北京官方宣布已经确认了身份的22名遇难者中 官方只公布了其中三名官员的姓名 包括一名公安派出所所长 一名镇长和一名副镇长 并指称他们是因公牺牲 香港苹果日报对此批评说 官方不能选择性地公布遇难者名单 并指出 每逢发生重大的天灾人祸 内地传媒首先出现的名单仍然是官员的姓名 要么是发出指示的领导人名单 要么是陪同领导人到现场的官员的名单 其中显示的是官本位观念 显示的是对遇难者的不尊重 对生命的倾蔑 前河北人民广播电台编辑自由撰稿人朱欣欣指出 这是官方的新闻导向 面对民间质疑的声浪 北京市政府新闻办在24号召开新闻发布会 新闻办主任王慧称 说北京市政府经过SARS的考验 不会再隐瞒伤亡数字 要是一一公布 完全公布出来 我觉得很难 凡是一出了事以后 政府总是首先讨论到他们自己 对自己是不是有利 而不是首先是民众的利益 因为这就是中国这种体制所决定的 一切都是以官方的这种权力为核心 为最高的这种利益 事实上在雨灾后 北京市长郭金龙就在22号晚上 高调探访防山区 并下令要地方官员报告实际死亡人数 并且及时公开灾情 但就在同一天 郭金龙又要求 当前要把工作重点转到救灾上后维稳 确保社会稳定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18大胜利召开 市长从亲民立刻变脸要维稳 网友说心都凉了 星期三 新华网更报道 郭金龙已经辞去北京市市长职务 网上针对他是否引救辞职的帖子大多被删除 德国之声报道 北京政府市长辞职是虚晃一枪 并指出 郭金龙已于7月4号被任命为北京市委书记 他的辞职并不在意料之外 似乎是在政治生涯中又向前迈进一步 苹果日报的评论说 所谓以人为本 所谓政治改革 中共已空谈了多年 真的稍有诚意 何不从公布遇难者名单 这样一个细节做起 何不从减少高官名单 霸占报章版位开始